欢迎收看优势调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8月17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南韩政府证实 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以及他的家人 已经投奔南韩 接受南韩的保护 南韩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表示 泰永浩位居北韩驻英大使馆第二把交椅 排名仅次于大使玄可峰 泰永浩和妻儿住在伦敦西区 已经在英国生活10年 他与家属在7月中旬与外界失去联络 北韩大使馆曾经尝试寻找 后来证实他于本月初已经前往第三国避难 而南韩当局今天证实 他与家人目前已经在首尔接受保护 泰永浩在历来便捷的北韩外交官之中 属于最高级别 有报道指出 他在英国的任务是监测那些住在伦敦周边 叛逃北韩投奔自由的脱北者 另外也负责北韩对英国的舆论宣传 并处理常规的领事业务 欧巴马政府鉴于来自亚洲 非洲和中东的偷渡可激增 将要求拉丁美洲多国加强与美方的合作 以防堵大量的非法移民 经由飞机船只或是步行偷渡 路透社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文件报道指出 自2015年10月以来 部署在墨西哥南部边界移民设施的美国探员 查获并拘押了640多名来自美洲大陆以外的偷渡客 另外也有报道指出 今年在美墨边界逮捕的中国偷渡客 多达660余人 根据一份征讯了14名偷渡客的报告显示 这些偷渡客通常先搭机飞到巴西 在当地取得假护照 偷渡至巴拿马 再前往中美洲从美墨边界偷渡进入美国 同时墨西哥移民当局统计指出 几年前六个月逮捕了6342名来自亚洲、非洲和中东 企图非法进入墨西哥的偷渡客 而2015年的人数为4261人 2014年则是1831人 有鉴于此 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探员 开始在接近瓜地马拉的墨西哥边界附近 训练墨西哥边境官员询问技巧 并使用美国政府犯罪资料库 来调查被扣押的偷渡客 同时至少自去年10月起 也已经派遣两到三名美国探员 驻扎于这个墨西哥南部边界城镇 另外海关级边防局 今年也在巴拿马实行类似的计划 前纽约华语警员梁比德 在执行的时候误杀非洲裔男子格力的案件当中 死者的同居女友以女儿的名义提起民事的诉讼 原告及市府确定达成了和解 梁比德将赔偿死者的家属两万五千元 这期由死者一名同居女友 向纽约市政府 纽约市房屋局梁比德 已经案发时梁比德的搭档警员蓝道 提出的民事诉讼 经过两个月协商之后 原告及被告于15号达成和解 伤后并由布鲁克林高等法院法官签署同意 纽约市府将赔偿格力家属410万元 市房屋局赔偿40万元 梁比德赔偿25000元 搭档兰道则无需赔偿 这笔民事诉讼的赔偿金将会另设基金 在格力现年4岁的女儿年满18岁以前不得被动用 除非获得法庭许可 梁比德先前被判二级误杀罪 并于今年4月被判5年缓刑与800小时社区服务 目前仍在服务其中 梁比德有4个月的时间将25000元交给格力的家属 他的律师表示 梁比德对于格力的悲剧感到非常抱歉 希望民事的和解能让格力的亲友心灵获得平静 梁比德于2014年11月20号在纽约市政府所属一栋住宅楼梯间坐垂直巡逻时 意外开枪 子弹击中墙壁后反弹 击毙正在楼梯间的格力 而在场的格力的另一名女友Melissa Butler 今年2月也向市府市房屋局及梁比德提起民事诉讼 索赔至少10万元 不过该案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继续关心湾区的消息 过去几个月不断受到批评的 伯克莱加大校长德克斯 Niklas Derks 已经向加大总校长办公室递出了时辰 辞职的生效日期还没有完全的确定 不过很可能是在新学年结束之后 德克斯2013年才上任 至今只做了三年 过去几个月 伯克莱加大被揭发一连串的教授性丑闻 以及财务失当 导致德克斯被批评为领导无方 伯克莱加大将在下周三开学 有教师酝酿于新学期 对校长进行不信任投票 伯克莱加大今年出现 1亿5000万元的赤字 不少学术项目和体育项目 都要削减经费 主要原因是该校过去数年 大兴土木 预算增加了四倍 德克斯则抱怨前两任校长留下难题 使他无法达成平衡预算 另外过去一年 伯克莱加大被揭发十多起教授 性侵和性骚扰学生的丑闻 包括法学院院长 一名篮球助理教练 和一名全美知名的天文学家在内 德克斯目前的年薪为 531,939元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 将会返回教学的工作 在体育消息方面 中国南兰奥运代表队 在本届奥运当中 以五连败惨遭淘汰 但是领军的前锋易建连 却传出了重返NBA 投校洛杉矶胡人队的消息 易建连现年28岁 身高7尺 2007年NBA新人选秀会 第六顺位被密尔瓦基公路挑中 五年NBA生涯 先后效力过密尔瓦基公路队 纽泽西蓝网队 华盛队巫师队 以及达拉斯小牛队 易建连2012年夏天 重返大陆直栏CBA 为老东家广东宏远效力 过去四个季赛 每场平均得20.4分 是CBA第一号球星 也是中国南南唯一核心主力 易建连和广东宏远 是一年一千 今年夏天 他成为自由球员 目前没有合约再生 根据ESPN体育新闻网的报道 国人队开出的年薪 为底薪114万美元 大约是易建连在CBA年薪的六成 又到了奥运特别报道时间了 现在就请体育主播高启卫 来告诉我们奥运赛事的相关消息 好的 各位观众 奥运中国代表队的传统强项 体操项目已经全部结束 上线夺着四面金牌的中国队 这次表现不尽理想 个人项目全军覆没 只拿到两面团体赛的铜牌 是1984年以来最糟糕的战机 当然这影响到了中国队整体的得牌数目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奥运奖牌榜的排行情况 现在来为您报道 李渭奥运的得奖情况 在奥运奖牌榜方面 美国目前以28面金牌领先其他国家 英国则是19面金牌紧追在后 美国目前得到84面奖牌 遥遥领先其他所有的国家 在田径方面 女子组1500米是由肯亚选手拿下金牌 而女子组的铁饼是由克罗地亚选手拿下金牌 在男子组的三级跳方面 是由美国选手的Christian Taylor拿下金牌 而中国选手董彬则是拿下铜牌 在体操方面 男子组双杠是由乌克兰选手拿下金牌 男子组的单杠则是由德国选手拿下金牌 而在女子组的自由体操 是由美国选手拿下金牌 是由美国选手Simon Biles拿下金牌 在马拉松游泳方面 男子组10公里马拉松游泳 是由荷兰选手拿下金牌 同样的 女子组的10公里马拉松游泳 也是由荷兰拿下金牌 在进水皮滑艇方面 男子组的1000米单人滑艇 是由德国选手拿下金牌 而男子组的1000米单人皮艇 是由西班牙选手拿下金牌 在女子组的200米单人皮艇 是由纽西兰选手拿下金牌 而在女子组500米的双人皮艇 则是由匈牙利选手拿下金牌 在帆船反反反方面 男子组芬兰人籍 是由英国选手拿下金牌 而男子组的雷射籍籍 是由澳大利亚选手拿下金牌 在女子组激光雷迪尔级 是由荷兰选手拿下金牌 而在混双组的17级 是由阿根提的选手拿下金牌 在摔角方面 男子组66公斤级 是由塞尔维亚选手拿下金牌 这也是塞尔维亚的低面金牌 在男子组98公斤级 是由亚美尼亚选手拿下金牌 在乒乓球方面 女子组团体组这个项目 是由中国选手拿下金牌 德国选手拿下银牌 而日本选手拿下铜牌 在花式游泳方面 女子组双人组 是由俄罗斯选手拿下金牌 中国则是拿下银牌 在场地自由色方面 女子组全人 是由英国选手拿下金牌 女子组的竞速赛 是由德国选手拿下金牌 而男子组的凯林赛 则是由英国选手拿下金牌 在拳击方面 男子组轻量级60公斤级 是由巴西选手拿下金牌 而在跳水方面 男子组3米的跳板 是由中国选手朝圆拿下金牌 在举重方面 女子组105公斤级 是由格鲁基亚的选手拿下金牌 也破了世界纪录 以上就是今天的奥运特别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